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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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踢爆 簽建業主又提名李嘉超 參選特首 李嘉超沒有得去APEC 用獎學金級印學生是不道德行為 黎智英被囚千日 67個國際團體自行拜登 呼籲回應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 9月27日星期三我是榮恩 節目開始之前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報導真相真邊是蔽需要勇氣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下一個superthanks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紅山半島引發社會對豪宅僧建的關注 因為這些豪宅的業主非虎則貴 都是社會上右頭右面的大人物 有傳媒踢爆其中一個僭建單位的業主 是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選舉委員會委員 去年又提名李家超參選行政長官 如今這些大人物知法犯法 政府如何執法成為看點? 網媒雜誌社翻查洪生半島 從北京其中52座獨立屋的紀錄 發現有8個單位早有僭建前科 曾因違反建築物條例規定 被屋宇署釘契 並頒發清策令 其中3間違規獨立屋 被頒領至今 時間跨度至少達17個月至近3年 一直未有執行 更奇怪的是 另有4間獨立屋 獲屋宇署頒發暫緩令 即暫緩管制行動及撤銷清策令 其中就包括在今次山泥傾社中 被揭發遷建的72號和76號屋 雜誌社引述屋宇署文件 指72號屋早年因3行未經批准工程 在2001年11月被發清策令 大約5年後 即是2006年5月 屋宇署指 基於有關建築工程已經修改 暫緩管制行動撤銷清策令 2011年3月單位以7,300萬出售 至於被揭又簽建地庫和泳池的76號屋 因4行未經批准工程 在1999年9月頒發清策令及釘契 2004年11月在首張清策令發出超過5年後 屋宇署指 業主已就建築工程作出修改 同樣暫緩管制行動及撤清策令 該單位於2006年6月以3,750萬出售 此外雜誌社踢爆洪山半島160號獨立屋 懷疑有簽建 二鄉下多出一層 有落地門窗 業主盧業良是高柏資本控股集團主席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選舉委員會委員 去年在李家超沒有提政綱的情況下 有份提名李家超參與2022年達首選舉 盧業良在2012年用其命下 農進投資有限公司的命義 以9,200萬扣入該獨立屋 資料顯示 2018年 盧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他聲稱自己是 一個黃大仙貧民區長大的農民子弟 在自己的土地上當二等公民 如今在習近平新時代 當上全國政協委員十分激動 對於今次政府是否會嚴格執法 網民看法不一 部分對此遲負面看法 稱我都幾肯定政府不理 因為一堆自己有 肯定又是一場不了了之的大龍鳳 也有網民認為政府會執法 因為收復潛建別墅的斜坡 要動用政府財政儲備 侵犯政府利益 等於觸犯《國安法》 相信特首會以特區利益 國家利益為重 並供處理 不會施傷仇仇 讓中央蒙羞 亞太經合組織領袖峰會 11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辦 26日特首利家超表示 他至今仍未獲主辦國美國的邀請 視頻人劉夢雄認為 既然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的市長 都無法參加APEC 利家超為何要去呢? 根據APEC的指引 主辦國家要在開會前至少八星期 向出席的領袖發出邀請 今屆會議將於11月11日展開 距今只剩下大約七個星期 李家超星期二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回見傳媒 被問到他本人是否會出席APEC會議 或會否由其他人代替 李家超指根據APEC慣例 主辦方應向成員經濟體的領袖發出邀請 自己仍等待美國發出邀請 強調大區政府將按APEC規則及習慣出席會議 但未有進一步交代會否由其他人代表 據報導李家超今次的回應明顯較過去溫和 未知是打定輸數 或是避免在意戰狼式回應火上加油 翻查資料今年7月 《華盛頓郵報》報導稱 美國決定禁止李家超出席APEC 當時政府新聞處態度強硬地要求 美國應設實李恒東道主基本責任 常規邀請行政長官以中國香港領導人身份出席 6月李家超與大批評地表示 APEC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經濟體 以中國香港作為成員之一 會按規則及常規出席會議 有評論認為李家超能否成行關負習近平顏面 因為他是習近平陰點的行政長官 還有評論認為如果李家超被禁踏足美國 習近平是否參加APEC成為看點 時評人劉夢鴻表示 美國當年承認香港自由港地位 允許讓香港以獨立身份參加APEC等國際經濟貿易會議 前提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有備於大陸普通城市 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 但目前香港政府的所作所為 令美國認為香港已成為一個大陸的普通城市 驅逐道 大陸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等大城市 這些城市的市長有沒有參加APEC? 既然香港與這些大陸城市模擬 那麼李家超為何要參加APEC? 何況三年前李家超擔任保安局局長時 由於鎮壓反送中運動已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 但中央仍然提拔他成為政務司司長 指定他成為特首 因此就會遇到今日情況 他重申在西方社會看來 香港已經方方面面大陸化 不存在任何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既然其他大陸城市都沒有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的優待 憑什麼香港要有? 出生率低加上移民潮 香港陸續有小學、幼稚園、殺校或結業 長洲錦江小學也面臨收生不足的問題 他開班線爭一人 獲教育局派零班 之後轉開辦私營小一 有12人報讀 昨天校方宣布 向下學年入讀的新生派發一萬元小一學生特別獎學金 希望搶學生下學年可以復辦遵助小一 不過教育局就表示 學校行政搜索定名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 指這種做法不恰當亦不道德 並稱以即時向學校了解若有違規必定會嚴肅處理 事件引發網民熱議 有網民大鬧 這個教育局究竟知不知今日香港為何搞成這樣啊 學人講道德 你們班人做官豈不是為了錢 很有道德嗎 有什麼資格說人不道德 大灣區都是以金錢吸引香港人去啦 又不見你說不道德 還有啊 近年教育局有什麼發展方向是為學生好 今天政府跟香港人講道德 他有什麼資格 人家用自己的方法救校 政府做過什麼 真是笑死人 黎智英被籌至今已戒一千日 他的兒子黎崇恩計劃9月17日星期三 在聯合國一個活動上為父發聲 不過中國代表團就發信向國國外交官施壓 促請他們杯葛活動 另外67個國際人權團體聯署致函美國總統拜登 呼籲他採取行動回應黎智英案 黎崇恩表示自己的父親黎智英 畢生堅守自由和民主的信念 卻為此付出極大代價 黎崇恩在《太陽時報》的一篇文中強調 父親是英國國民 卻未獲得英國政府重視 他炮轟英國首相新衛城政府想兩邊討好 一邊口頭上說關注中國人權 另一邊卻想和北京做生意 自由亞洲報導 除了投書英國報章 黎崇恩還計劃星期三在瑞士日內亞出席一個 由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舉辦 探討香港新聞自由的活動 不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就給多國外交官許信 促請各國代表團 避免以任何方式參與活動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英國和歐盟主任 馬克薩巴克批評中方的做法令人震驚 是中國干預聯合國的由一黎智 另外包括香港監察、香港民主委員會等67個國際人權團體 就聯署致函美國總統拜登 促請拜登立即呼籲中方無條件釋放黎智英等香港政治犯 聯署者呼籲拜登採取行動 包括確保被美國制裁的李家超等人 不能出席11月在美國舉行的APEC峰會 向導致香港局勢惡化的中港官員實施制裁等 現年75歲的黎智英被控港區國安法下的勾結外國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 案件經多次延期後 目前暫定12月18日開審 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好 今天的香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我們現在這一刻 更加密地開寫 最高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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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線 最高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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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高大的路線 最高的路線 好